民國75年7月24日 華裔美籍蕭美琴高分考上 省男女 反美升學留下佳話 我來念一下裡面這個當年的內文給你聽喔 因為這個字很小 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得到 華裔美籍女學生蕭美琴 參加台南區高中聯考 高分考取令人羨慕的台南女中 可惜發榜時他已經赴美國了 準備在考取紐約西 州讀高中 不過他已為母校後甲國中爭取了 第一志願的錄取率 現年15歲的蕭美琴 來現年15歲喔 民國75年 所以他是1971年生的 各位關鍵字記住了 他是1971年生的 1971年 蕭美琴 然後這個 本人呢在日本東京誕生 在台灣長大後 接受國中小學教育 今年後甲國中三年十七應屆畢業 極右父母送回老家 老家? 老家? 紐澤西就讀高中 但經不住母校老師的勸勉 希望他能夠參加高中聯考再回美 因為他成績不錯 一定會為校爭取第一志願的名額 這個老師也很壞 啊你去跟人家搶第一志願 人家又不讀 啊人家不讀之後 然後你真的名額又被人家站走 結果真不負所望 蕭美琴考上台南集中 可惜他要棄權不唸 他本來就說他要棄權了好不好 記者是怎樣啦 他本來就說他沒有要讀他要回去了 你們就說那你去考一下去考一下 考了之後又說可惜 哪有可惜啊 一點都不可惜啊 他本來就說我不讀了 所以各位這故事是這樣子 當年他說他是華裔美琴 那現在出現幾個真點 有時候會提出一個質疑 第一個蕭美琴1971年在日本生的 1971年在日本生的 對不對 這是有趣的點嘛 1971年在日本生的 但是這是問題來啦 他老爸呢 他出生的時候 他老爸是不是中國人 因為根據當年的國籍法 第18條規定 我找給你看 18年的國籍法 我講錯了各位 民國18年的國籍法 這個是蕭美琴當年適用的國籍法 各位你可以看看 很有趣喔 來 這是當年的國籍法 固有國籍 所列個人種屬中華民國國籍 生死富為中國人 啊民進黨敏感了過敏了 小美琴是中國人沒辦法接受 哇這抗中寶台又要抓起來了 剛剛那個38%的年輕人36年輕人 不行我們美琴是台灣人 看到中國人又生氣了 當年法律就這樣規定咬我 生死富為中國人者 其為中華民國國籍 當年的法律是這樣寫嘛對不對 OK好那我們再繼續回來看 哎我就不行 所以好各位你看哦 1971年到1975年他老爸 在台灣當兵在中華民國當兵 他老爸當時是中國人 但是美琴那個時候呢人在日本 日本出生 對不對這是第一個結構點嘛 所以但是我敢跟各位保證的是 玄機來囉 他老爸是不是在中華民國當兵當四年 對是 蕭美琴在日本出生之後有沒有來到中華民國 有那那個時候如果他老爸還有中華民國國籍 或者在當兵期間 能不能幫他申請國籍 可以 但為什麼沒有 這是問題一 為什麼他老爸當年沒有立即幫他申請國籍戶籍身份證 好各位有沒有開始覺得奇怪了 好問題二 那後來蕭美琴在台灣就讀的期間 為什麼人家都說他是美國人 他住在台灣啊 他老爸也在啊 當完兵啊 為什麼說他是美國人 為什麼報紙說他是美國人 這是問題二 第三點 當時不管他老爸 不管蕭美琴 尤其是他老爸 到底有沒有放棄過中華民國國籍 把這問題回答出來 這才重點啦 請問蕭美琴 副總統候選人 你爸爸在當完兵之後 1975年之後 有沒有 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有沒有 各位這有貓膩的喔 當時啊 有幾個政治氛圍你要知道 第一個 1974年1975年那個時候是 大量的華僑放棄國籍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前往美國 前往日本 他為了取得永久居留證 為了取得 當地的 國籍 所以那時候為了避免在國內的政治風暴 大量的華僑放棄國籍 當地有什麼風暴 有啦 當年那時候政治氛圍你都忘了嗎 戒嚴 然後有一些 政治上的一些在野的黨外的 肅殺氛圍嘛 包括到1985年那一陣子的時候發生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件 什麼奇奇怪的事件 我們待會兒帶你來看好不好 各位你可以去查一下1985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好像是快要這個美麗島 然後事件啊 然後前後啊 黨外抗爭啊 抓去關啊 為什麼蕭美琴那時候會離開台灣前往美國 到底他老爸在台灣這段期間之內 是台灣人還是美國人 而蕭美琴是不是 是 以美國人的身份留在台灣 而且是蓄意為之 刻意為之 你們想過這個問題 好帶各位來看 沒關係 好我們就簡短用一下啦 跟他這個 來來來來 因為這段文字太關鍵了 好這蕭美琴講過的話 因為歷史因素 我從小在台灣居住成長的時候 我的父母並沒有幫我辦理戶籍 而是以外國人的身份居留在台灣 父母親希望保護孩子 而當時的政治氛圍他們覺得美國人比較安全 我記得美麗島事件發生之後 來各位聰明的網友跟我講一下 美麗島事件幾年發生了 好幫我查一下 來來來 各位聰明的網友在聊天室跟我講 我爸爸在神學院的幾個學生被捕 我記得在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我爸爸在神學院的幾個學生被捕 那蕭美琴應該 十幾歲了 應該十幾歲了 但是 那個 Olswan等一下不是這樣子 我爸爸 在神學院的時候幾個學生被捕 還發生林義雄家族的血案 記得我爸爸有時候被人用擠捕車再去問話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 那個時候我八歲 所以那個時候是幾年 1979年他八歲 我爸爸哪知道美國國籍的保護傘會成為女兒工作上的負擔 我爸爸哪知道美國國籍的保護傘會成為女兒工作上的負擔 所以各位 當年就是因為有美麗島事件 當年就是這些台派人士都很害怕如果擁有中華民國國籍 會成為政府清算的對象 所以根本不敢有中華民國國籍 讓他當美國人比較安全 喔 第一個問題解決囉 隨時刻意讓他變美國人喔 好 再來第二個問題喔 那他父親到底有沒有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來 各位來看到這個文章 這個是師大臺灣史 師大的臺灣史 師大的臺灣史 師大臺灣史裡面有一段喔 來喔 來喔 我從前面開始唸好了 你看喔 修改國籍法 放寬未成年子女不能放棄國籍之限制 刪除男子要服完兵役才能放棄國籍等要求 並要求脫離 哎呦 要服完兵役才能放棄國籍喔 實際上來各位 過去服完兵役才能放棄國籍喔 我再講一次 各位過去服完兵役才能放棄國籍 這是問題一 來實際上這些放寬規定的修法無法馬上完成 而且辦理規劃日籍又必須要出示放棄國籍證明書 因此國府人決定在斷交前就授權日本的各處單位 大量發給華僑放棄國民證明書 根據統計 1972年 放棄國籍的華僑高達5萬2千人 其中有永住權的2萬2千人 長期居留權的1萬7千人 那個時候產生一個叫做逃命草 因為台灣的政治氛圍跟狀況 所以那時候產生大量逃命草 所以現在問題出現啦 來喔 其他留學生會上了1萬3千人 國府一再強調雖然與日本斷交 但持中華民國國籍居留當地沒有問題 所謂的永住者應該只是法126的台灣人 實際上他們獲得以一般居住者並不多 為了無法讓華僑無法加速華僑規劃日本的行為 根據厚生省 厚生省是日本的那個啦 厚生勞動省 1971年1975年規劃的在日中國人依序有兩千多 249、1300、7000多、31600 可以變化1973年規劃者高達7000多人 反映當時華僑社會的緊迫感 規劃跟國籍問題 放棄國籍 所以各位有趣囉 那我這時候問題來了 蕭美琴1971年出生 那個時候他老爸馬上 跑去當兵 在日本出生 然後從頭到尾蕭美琴不願意在年幼的時候 申請中華民國護籍 他在台灣要當美國人 而在1975年的時候 他老爸當完兵了 那請問這個1975年前戲 正是他們講說當時因為當時的國內政治氛圍跟緊迫的環境 大量的移民放棄國籍的熱潮 所以我的問題來了 請問當時還有沒有 必須要服完兵役 才能夠放棄國籍的規定 第二個問題嘛 請問他老爸服完兵役之後 有沒有放棄國籍 第三個問題嘛 請問蕭美琴自始至終 有沒有申請為中華民國國籍 來我來查相關的法律 各位我們帶你來辦案 啊各位不用不用不用 我們看18年的就好了 18年的法令一定有寫 國籍取得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寫 國籍是喪失 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來喔中國人有下列情況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為外國人其自行脫離國籍 就是你當外國人的老婆就可以放棄國籍 父親為外國人 經其父認知者 可以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父母可考或未認知母為外國人 經其母認知者 好可以放棄國籍 好第11條 自願取得外國國籍者 經內部則得喪失 但年滿20上因中國法 有能力者違憲 有下列情況者 內政部不得為喪失國籍自取格 借服兵役年齡 未免服兵役者 上未服兵役者 所以各位 如果他老爸當年還沒有當完兵 他就不能放棄國籍 欸是不是對你們來講太困難了 你們先讓我來到這邊統整一下 來喔 蕭美琴1971年出生 但可以知道是蕭美琴要離開台灣的時候 就是他1516歲的時候 那時候跟大家講說 他是美國人 他沒有中華民國國籍 而他在出生的時候 出生地在日本 而他老爸在1971年到1974年 這段期間總共高了4年的時間在服兵役 也就是蕭美琴一出生之後 他老爸就去服兵役 而當年的法令規定說 因為你如果沒有服兵役的話 你不能夠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而可以確定的是 他老爸從頭到尾就沒有想要讓蕭美琴 成為中國人 成為台灣人 成為中華民國的國籍 因為蕭美琴在他的字述裡面聲稱說 美國人是一個保護傘 當時有美麗島事件 當時有迫害 所以為了害怕遭到政治迫害 為了害怕被人家帶走 所以他老爸給他美國人這個保護傘 絕對不要讓他成為中華民國人 而當時就在1975年 湧現了大量的放棄國籍潮 所以我在這邊各位啊 我不用囉嗦啦 話不囉嗦啦 我就問幾件事情啊 請問蕭美琴 當年你老爸有沒有放棄中華民國國籍 再來第二件事情 請問你老爸當年 是不是就故意不讓你當台灣人 不讓你當中華民國人 讓你成為美國人 躲在台灣 用這樣的方式 再來第三件事情 你當時舉家簽到 美國去 1986年嘛對不對 1986年發生什麼事情 來我查給各位看 1986年 1986年 來各位喔 你直接找照片給你 好啦我們還是這個烏鴉哥的 感謝我們的烏鴉哥 你看不到 我只是要講事件而已啦 你看啦 1979年寧早寫啊 1980年陳文誠 1981年震撼黨內外大事嘛 然後蕭美琴1980年跑走了嘛 蕭美琴現在有自訴嘛 說那時候島內氛圍很可怕嘛 所以我就問了啊 那你蕭美琴真的有國籍嗎 因為你當年是刻意不要有國籍的耶 然後現在民進黨跟你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他老爸是中華民國人 他自然就是中華民國人 對不對 來來來來來 就尤書會打臉了 來尤書會打臉了 來看一下尤書會說什麼 來尤書會打臉喔 來 這是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尤書會拿出來的資料 倘若其父為中華民國國民母為外國人 其父應先辦妥任領登記 父若在台友戶籍國人 應檢父子女出身證明 其母單身證明等文件 向國內戶籍單位辦理任領登記 有關人登記請下全國戶政事務所 其子女史具中華民國國籍的申請護照 死具的意思就是說才擁有 才開始 所以尤書會講的是什麼 尤書會講說你看小明啊 對不對小明在大陸出生 那時候沒有中華民國國籍啊 然後沒辦法回台啊 陳時中說什麼 國籍可以選擇的 當時沒有選擇我國國籍 陳時中講這句話是關鍵啊 國籍是可以選擇的 你自己要選阿公啊 你沒有選中華民國你就沒有國籍 當時蕭美琴自己承認 我選擇當美國人 請問他真的有中華民國國籍嗎 按我國法國籍法屬人主義 國外出生可以申請 但也可以不申請 要申請才有其子女史具中華民國國籍身份 而蕭美琴的字數再三強調 他老爸就不要讓他當中華民國人 所以才會有2000年奔走封閉啊 那內政部昨天玩假的嘛 說欸對對對他有中華民國國籍 我不是問你現在我是問你混 How 對不對 所以我怎麼會呢 那你到底蕭美琴有沒有國籍 當年 這才是真的貓膩的地方啦 那剛剛有這個好朋友傳東西來了 沒關係我給各位看 我給各位看好不好 我還沒有看這是什麼啦 我直接我跟你一起看好不好 來來來這是剛剛有好朋友傳來 他說我是來台就學的緬甸華僑 畢業後駕在台灣規劃為中華民國國籍 欸他是華僑欸 我的規劃過程 戶籍藤本的詳細版本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裡面記住 如果蕭美琴想要適宜 要把戶籍藤本秀出來就可以了 戶籍問題更簡單 因為之前疫情出境兩年之後都被除籍 現在要回到國內出戶證書辦理一下 馬上就恢復戶籍了 他的意思說 第一個蕭美琴的國籍的精力 只要看到戶籍他們就會精力 再第二個 恢復戶籍根本不困難 你如果被除籍很容易就可以恢復戶籍 所以蕭美琴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7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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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快點購下單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有小朋友 有 Peace 全球 好久不見 by bwd6